幸福的家庭 稳定的事业 看似毫无缺憾的生活 现年47岁的曾志坚 心底却耿耿于怀 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他留意到国际NGO 援助医院和社会的报道 他有了答案 觉得实际做的东西是对的 然后我也很相信 实际跑那个方向是 就是去帮助一些需要的人的 然后我也是有那份心 想去贡献回馈给社会 直前主动联系马来西亚慈基 并在志工的邀请下 参与了社区公益活动 兼顾家业和置业 他从容应对 当我很震撼跟也很惊讶的是 他竟然是自己上网去找 一个慈善团体 希望他能够在 他的能力范围里面去做付出 其实时间是可以安排 如果是你发了一个心 还是你的批评 要跟教练有一个 那个alignment这样子 反正如果是 比如说去那个哥本 都是下午那一段时间 但之前我早上的话 我会安排跟他们在一起 把你的手和法呢 带进你的身体 2022年 此季吉祥乐祈福会 金藏首语演绎 之间首次参与 成为演绎者 感动在心头 金藏演绎不仅讲究肢体语言 更志在宣扬正信佛教 弘扬佛陀的智慧和精神 志志佛典 句句法语 志伦心田 他的那个牺牲 他用了这样的年期 要去教好人家 也不简单 到最后其实 也不是说 全世界都可以改变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 在减持去做去做去做 经历新冠疫情 中日间欢喜找到定位 感恩生活平安同时 应当效仿佛陀精神 走出舒适圈 用生命良能服务人群回馈社会 麦大爱 大慧达 巴胜报道